随着美国各州经济的重启 目前美国超过半数周 均出现了确诊病例暴增的反弹趋势 新冠疫情不仅重创了国家经济 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 虽然目前我们已经知道 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对保护自己及家人远离病毒很重要 但在日常中 大家还是不可避免的 以某种方式与其他人互动 无论是购物还是出行 今天就来分享 如何在高风险的活动中降低感染可能 乘坐飞机 飞机在新冠大流行期间 被认为是风险最高的场合 除非绝对必要 否则应避免乘机旅行 机舱内往往忽略保持社交距离 会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及机舱内相对秘密的环境 都加剧了感染病毒的潜在风险 如果非坐飞机不可 则应该首先尝试预定不那么拥挤的航班 并与航空公司认询特殊期间的飞行人数限定和消毒管理措施等 在飞机上则应始终佩戴口罩 护目镜等防护装备 也请记得用消毒湿巾 擦拭座椅 托盘等接触面 如果可以戴座套就更好了 定一个靠窗座位 在飞行途中尽量不要走动 保持体内水分充足 不要用手接触面部 如果在飞机上去洗手间 可用纸巾接触他人可能触摸到的任何东西 并务必洗手 酒吧 在酒吧或餐厅里的聚会 也是高风险的活动 目前不少州均已出现聚集性确诊病例 且发病比例不断攀升 在聚会时 人们在放松愉悦的环境中 自然而然的就会忽略社交距离 且最容易将自己暴露在 诸如无症状病例这样潜在的病毒环境中 此外 在吃饭喝酒的时候一定会摘下口罩 面对面的交谈 可以轻而易举的传播病毒 包括众多人接触过的物体表面 也会形成病毒的温床 因此 我们还是建议您尽量不要举行或参加party 如果家里来了客人 请务必要求每个人都戴口罩并限制人数 以便可以保持适当的间隔 并为房间内通风 理发 理发目前也是有风险的 因为它会使您长时间与另一个人接近 理发店除了要求所有造型师和顾客戴口罩外 还应限制客流量保持良好的通风 到达理发店之前 最好先致电预约并问询评估有关店内的防护措施 在疫情期间建议不要做烫发染色这样需要长时间的项目 尽量缩短与店内其他人员接触的时间 健身房 健身房不是理想的场所 因为人们在运动时不会戴口罩 并且会用力地呼吸吐气 从而更容易传播病毒 如果一定要去锻炼 请提前致电健身房 询问是否有人数限制 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到现场后 要留意空调通风系统是否良好 有无确保顾客健康安全的防护措施 如独立的锻炼空间等 确保在触摸设备之前和之后擦拭所有设备 不要使用难以清洁的共享物品 如阻力带 超市或杂货店 这里的风险等级取决于环境 可选择限制客流量的店 并错开人流高峰的时段 有目的的购物 毕竟 无论是排队的人 还是在选择食材的人 越频繁地站在某人附近 暴露的风险就越大 尽可能速去速回 在目前各州病例出现大幅反弹的情况下 无论在何种环境中 还请大家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 保持社交距离 勤洗手 非必要不外出 如果对医疗状况或健康目标 有任何疑问 请务必咨询医生 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订阅魅力中国中文电视 或订阅YouTube频道 CharmingChina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魅力世界和我们保持互动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